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收回一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酸民 这个时代哦 只要你有在用网路或是社群 就一定看过所谓的酸民 网路上面的恶毒言论层出不穷 严重的甚至会闹出人命 其中最有名的案例之一 可能是2020年的牧村花事件 当时日本热门石禁秀双层公寓 里面有个叫做牧村花的女性成员 她在网路上面饱受各种批评攻击 最后自杀过世得年22岁 当时这个悲剧 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轰动 大家都在追问说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完全不认识的网友 会突然对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恶意 牧村花面对这些留言 为什么没有办法忽视就好呢 针对这些问题哦 日本每日新闻深入了做出了考察报道 并且出版了书籍失控的匿名正义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本书 一起来聊聊酸民与他们的产地吧 在开始这本书的内容之前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牧村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牧村花是一位日本摔角选手 她在2020年的时候 参加了日本知名实境节目双层公寓 节目的形式大概就是一群陌生人 一起住在同一栋公寓里面互动生活这样子 当年3月双层公寓播出了一集 擂台装事件 当时牧村花有件很重要的摔角比赛服 没有收好被其他人不小心丢进洗击洗坏了 整件报废 而在事件发生之后 牧村花非常的生气 一直大声的指责对方 还出手拍掉对方的帽子 她的态度引起了很多观众不满 大家觉得明明是你自己没有收好 怎么可以这样子没礼貌的冒犯别人 因此有非常多的网友 涌进了牧村花的推特跟IG 留言说你早点消失大家就可以过得幸福啦 颜值低个性差 这种人还有资格活下去吗等等 同年5月也就是事件爆发的两个月之后 年仅22岁的牧村花自杀过世 离开前她在推特发文说到 每天涌入近百则毫不留情的批评指教 我觉得很受伤 因为我无法跳出来否认 那当然牧村花离世的新闻 引发了社会的震撼 但更可怕的是在她过世之后 竟然还有网友继续留言 感谢你自行了断 以死拨去通行太好用了吧 而且正当我们以为牧村花事件 是比较极端的案例 失控的匿名正义这本书 却告诉我们 它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书里面提到 日本网络风险公司 曾经分析推特 脸书等社群平台 发现在2019年的时候 日本竟然平均每天 有三起沿上事件 而且这个网络工程的状况 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这些网友 不只会攻击他们 看不顺眼的公众人物 就连毫不相关的素人 也会因为做错某件事情 而被肉搜 收到了死亡威胁 在一些更严重的案例里面 这些网友甚至会直接 侵入对方的现实生活 进行骚扰或是暴力攻击 像是书中说到 有位叫做唐泽贵阳的律师 他只是受到了 被网民攻击的客户委托 要求网友移除文章 结果自己反而被肉搜给出征 当时这些出征行为 还逐步升级 从恶意的重伤 演变成死亡威胁 有酸民挖出了律师的老家地址 父母姓名威胁 要对他的家人不利 甚至还有人跑到祖坟泼妻 跑到他的事务所 到处于场面的整个大失控 是说这些酸民 为何要对一个现实当中 完全不认识的人 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 只因为看不顺眼 就要人去死 甚至动用私刑的人 到底都是怎样的人呢 嗯 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很多都只是跟你我一样 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像是每日新闻就采访到 一位曾经重伤木村花的40岁女性 这个网友说 她其实一开始 对木村花的印象很好 但在擂台庄事件发生之后 她认为木村花的态度真的很差 感觉自己对木村花的好感被背叛了 然后她在推特上面 发现大家也都在批评木村花 所以决定也要留言说个几句 希望木村花改成态度 而且在留言发泄完之后 她确实觉得气消了一点 当她看到自己的言论 被其他人按赞 她也觉得这种被支持的感觉很棒 那除了木村花事件 每日新闻还采访到了 另外一个参与过 网络公审的20多岁上班族 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个为人友善的好好先生 在执掌上面也蛮安静的 不太会发表意见 但是她却曾经跟着网友 多次去公审某一女性 原因只是他们听说 她同时跟很多男性交往 另外还有前面提到 唐泽律师案例 后来唐泽律师 也跟对她发出死亡威胁的 嫌犯亲自碰面 结果发现 对方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 见面时还结结巴巴的道歉说 自己很孤单 是因为网友对贴文的反应很有趣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那从这些不同的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到处攻击人的酸民 很多在现实当中 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好的 那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些普通 甚至平常还算善良的人 一到网络上面 就会性情大变呢 书里面分析到 其中一个 让好好先生变酸民的关键 就是网络的匿名性 因为网络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不必跟人实际的面对面 也不必实名制 就会给人一种 做什么都不会被发现的错觉 这时候大家要发表言论 当然就比较没有顾忌 不过这种匿名性呢 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 像是要推动一些政策改变 要保护弱势等等状况 匿名的特质 其实是可以协助维护社会正义的 像是日本国际大学副教授 山口真一等人 就发现很多所谓的酸民 其实是出于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正义感 才会上网批评人 他们的研究 针对上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有六七成的人 都是因为无法原谅当事人做错事情 或是对于当事人感到失望 才加入网络公审 而且调查也发现 职呈在主任族长以上 收入偏高 有小孩的年轻男性 还有那些生活比较稳定的族群 相较之下 更容易参与网络公审 山口副教授认为 这是因为这些族群 比较容易对各种话题 都有一套自己的见解 当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 就会更容易去指正攻击对方 但是这种正义感 却也非常危险 而且很容易越来越失控 像是书里面 就引述脑科学专家 茂木建一郎的解释说 在我们思考要不要留言的时候 大脑有个负责控制情绪的 前额叶会开始运作 但是这个前额叶的运作 对于大脑而言 是负担很重的行为 尤其当人承受压力的时候 大脑很容易会让前额叶放进运作 导致大家不禁思考 就立刻出征 这个时候 对方如果反击 甚至把你的账号封锁 对于大脑来说 反而是种成功获得回应的舒服经验 于是大脑就更习惯 让前额叶放弃运转 人也会更加沉迷于攻击 带来的奖励 此外对于网友们 这种正义感中毒的现象 也有几个社会心理学的解释 可以参考 第一就是你一定听过的群众心理 大家会容易无意识地 跟从团体行为 看到有人言上 就想要马上跟风卡位 放弃自己的思考 第二则是一种 叫做公正世界信念的心态 抱持这种信念的人 会相信每个人的处境 都是他应得的 简单来说 就是相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所以被公审的人 一定是活该最有应得 而这种公正世界信念的 社会心理现象 在很多性侵事件当中 最容易被观察到 像是书里面就提到 很多MeToo事件爆发之后 不少的网络言论 第一时间都会指责受害者 觉得他性侵 一定是他自己有问题 是走后门失败 才借机报复之类的 而且这种现象 对于女性来说 也更加常见 像是资安的服务商 诺顿公司 曾经针对 日本女性进行调查 发现有46%的人 都曾经遭遇过 网络骚扰 书中还提到 那些参加社会运动 或政治活动 会发表自己意见的女性 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这是因为 在日本的社会观念当中 表达个人意见 并不是女性该有的形象 因此这些女性 也更容易 变成被指正的目标 但是话说回来 既然酸民永远都爱嘴炮 要管也管不完 我们能不能够 干脆不理他们就好呢 事实上 一个人在真的 遇到公审出征的时候 很难做到不看就好了 书里面引述了 明治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 刚安孝红的解释 人越要自己 不去想某件事情 反而会越挥之不去 而且我们的大脑 还会不自觉地 去选择性 关注特定的事情 举个来说 现在有50%的好事 跟50%的坏事 多数人都会倾向于 放大坏事 感受更多的负面情绪 因此被攻击的人 会很容易纠结于负面留言 一直忍不住上网查看 怕他们又讲了 什么样的坏事 如此一来 就会演变成 担心跟检视的恶性循环 让人陷入 越来越忧郁的情绪当中 嗯 那是说 这种网络公审的风气 有可能靠着 政府的公权力来解决吗 这对网络霸凌的问题 日本国会在2022年的时候 修正了刑法侮辱罪 让原本网络重伤 只能够罚1万日元以下 变成了可以罚30万以下的罚金 或者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这个修法呢 也被大家称作是 木村花条款 但是在修法通过之后 有些人担心会限制言论自由 至于嚇阻效果够不够 也还有待观察 而除了法律之外呢 也有人针对 前而一夜失灵的大脑下手 有团队呢 就开发出了一款 叫做Resync的APP 它会在你送出留言之前 跳出视窗问说 确定要发布吗 来帮助大脑踩刹车 根据他们的调查 光是多这个提醒呢 就有高达90人 会因此放弃发文 最后这本书也强调 其实网络社群只是一个工具 关键还是在于 我们怎么使用它 要杜绝网络霸凌 最简单的原则就是 我们在现实当中 不会做的事情 在网络上面也不应该做 那虽然听起来很老生常谈 但是网络霸凌的 根本解决方法 或许还是要从 每个使用者自身 开始做起吧 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一集的想法 作为一个YouTube团队 我们当然很难免的 也会遇到很多的负面言论 虽然程度上面 没有书里面的案例这么严重 但看到很多他们描述的情节 也都觉得很感同身受 那虽然这本书谈的是一个 已经存在很久的问题 但它的优点在于 提出了很多强而有力的证据跟论证 会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说 这个老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而且我们今天提出了 也只是书里面的一小部分 本书呢 它的最后还会讨论到 为什么网络霸凌 无法被阻止的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 如果很严格地去管控网络言论 虽然是可以停止仇恨言论 跟网络霸凌 但同时也等于 给了执法者很大的权利 让他们可以去阻止 自己不喜欢的言论出现 那么该怎么样去拿捏 言论自由跟言论管控之间的界限呢? 这些问题也都非常值得 我们再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与讨论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失控的匿名正义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这集 失控的匿名正义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什么的下午心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 对那些订阅